欧洲寻求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前景不容若观 欧洲各个启动和世界上几个天然气主要出口国的谈判 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不会成为现实 美国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来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 卡达尔的订单主要面向亚洲 在2020年之前的订单都是满的 埃及将其大部分的产量出口到中国和土耳其 由于利比亚的动弹和阿尔基利亚 摩洛国的争端导致天然气管道的关闭 北非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因此4月27日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比一年前高出六倍